前不久 南京的思域车主群的几张聊天截图 让2016款的第十代思域一下子火了 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这辆小车 第十代思域作为最新一代的思域 可以说本年此次的改款还是很成功的 全新的家族式设计的元素在后来的雅阁等车型均开始受用 外观运动年轻 内饰具有科技感 虽然在同级别的对手中 它的价格比较高 并不是优势 但是远近LED大灯 液晶仪表盘等高配置 还是让思域在同级别角色中脱颖而出 值得称赞的是第十代思域虽然搭载了一台1.5T的大小的发动机 和CVT无极变速箱 但是却可以说出177匹马力和最大扭矩229米 官方给出的百功率下速成绩为8.7秒 这个数据在这个级别里已经算是十分突出了 看完思域的配置回归主题 为什么仅仅是几张群里的聊天截图 就可以让思域在国内走红 原来南京思域车主群内的成员在购车之后 在群里大肆吹嘘思域的速度性能 像是阿特斯和凯德拉克ATS 在他们眼中根本不能拿来做比较 口出款言的说可以叫板AMG A45和AMG C63 甚至是上百万的麦凯伦等超级跑车 截图被爆料出来后 引起了全国大部分车主的不满 思域很无辜的变成了重视之地 被各种车友所针对 这件事闹得沸沸扬的同时 有一位思域车主也在网上发声 说自己在路上受到了各种各样的车主的挑衅 因为当时车里坐着自己的家人和孩子 觉得他们受到了伤害 自己也非常痛苦这件事情 南京思域车主群车员的吹嘘 是否应当为无辜受到骚扰的车友来负责呢